下课林一响 只见鸡仔背过身去好一会儿 不知道捣鼓些什么 喂 鸡仔 你干什么呢 还得背着我 不让我看 没什么没什么 哎 转过来嘛 咱俩从小穿一条裤衩长大的 和我还害羞什么呀 来来来 我看看 鸡仔 你流鼻血了 还不少呢 快给我吃 吃 过了一会儿 鸡仔的鼻血止住了 鸡仔 合着你刚才是转过去 挖鼻孔了 垂垂 你知道了 也不要说出来嘛 说得人家怪不好意思的 鸡仔 你也别不好意思 挖鼻孔啊 可以说是许多人的习惯 但是 这的确不是什么好习惯 嘿嘿 我知道了 毕竟那个画面不太优雅 哎 这和优雅不优雅没关系 我和你说啊 过度挖鼻孔 极有可能造成细菌性脑膜炎 等一系列疾病 你可小心着点啊 啊 这么严重啊 不至于吧 就一个小小的鼻孔而已啊 你可别小看这小小的鼻子啊 你反复用手来抠鼻腔这个位置 一方面可能会造成鼻毛脱落 这就减少了保护作用 另外还可能会破坏鼻黏膜 鼻黏膜是一层很薄的皮肤 里面的毛细血管极为丰富 很容易受损出血 这不你鼻子就中招了吧 嗯 那这和脑子有什么关系呢 哎呀 鼻子局部的血管比较特殊 没有静脉半 一旦这个位置发生了感染 细菌很容易就逆流到颅内了 这就会导致颅内感染 啊 好可怕 可是可是我到底该如何优雅地 清理鼻子里的脏东西呢 这个啊 那个鼻腔里普通的分泌物 本身不需要天天清理的 因为鼻毛自身有一定自洁能力 当然 如果确实需要清洗 咱们得用专门的生理盐水 鼻腔冲洗剂去清洗鼻腔 这么麻烦啊 记载啊 小蛙移情 大蛙伤身 强蛙灰飞烟灭 蛙鼻虽爽 但不要经常蛙 如果你真的忍不住 那你一定记得勤洗手 勤剪支架 哦 知道了 知道了 哎 垂垂 咱们不说这个了 把你语文书借我看看 我今天没带 嗯 给你 鸡仔刚拿到垂垂的语文书 只见垂垂一跃三尺高 哎 鸡仔 你洗手没啊 你挖鼻孔之后也得洗手啊 温馨提示 挖鼻孔不仅会损伤鼻腔粘膜 导致感染和炎症 引发鼻出血 甚至可能传播细菌和寄生虫 我是你的趣味随身小百和垂垂 我们下次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垂垂tery